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什么是Cross Leverage 那这里呢我就以Bybit来做示范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右上角这里呢 你在开单之前呢你可以点击这里看 那这里有一个叫Cross呢 你可以点这个叫Cross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Margin Mode 那这个Margin Mode呢这里就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Cross 第二个是Isolator Cross呢就是我们的全仓模式 就是我一直都在用的 那Isolator呢就是足仓模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Isolator足仓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你要几倍的杠杠呢都有 你都可以开几倍的都有 在Bybit呢你都可以自己选择 看你自己要开多少倍 那通常呢人家用Isolator呢 我都看到人家通常都是用10倍 20倍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用几倍呢你都可以自己选择 只要呢你会控制好你的风险 Ok so现在你已经懂了 要去哪里找Cross Leverage 跟Isolator Leverage 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以比较的这个方式呢 来让你更加的明白 Cross跟Isolator的差别 那在开始比较之前呢 大家在脑海里面呢要先有一个概念 那只要你懂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那杠杆交易对你来说呢就非常的简单了 那这个概念就是呢 你所使用的杠杆呢越大的话呢 也代表着你那一笔交易呢 所能使用的这个本金呢就越少 Ok这个概念大家记起来 ok 那这里呢就有两个example呢 让大家呢去明白这个概念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Spot现货 那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交易呢有分成合约交易跟现货交易 那在现货交易当中呢是没有杠杆的 那也代表着你在Spot呢 买现货的这个操作当中呢 你可以使用的这个本金呢就越高 所以呢你可以常常听到人家呢 都下重仓呢去买这个现货 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呢 花50%花75% 甚至是100%整个wallet呢去买现货 那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重仓呢去交易呢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呢 Pot现货交易呢 没有liquidation price 也就是说呢 他没有爆仓的这个风险 那爆仓是什么 爆仓就是呢 你整个wallet呢 整个钱包的这个钱呢不减掉 那相反呢 如果你用cross leverage 全仓模式 100倍杠杆去交易的话呢 那你在这一笔交易里面呢 能使用的这个本金呢 就变减少了 所以呢 通常如果人们用cross leverage 来交易的时候呢 那通常他们一笔的这个交易本金呢 通常呢 都会呢 限制在呢 10%以内的这个范围 那这个是forcing so小白啦 尽量呢 如果你在用cross leverage 的时候呢 尽量啦 把你这个一笔的这个仓位金额呢 缩限在10%以内 为什么呢 因为合约杠杆交易呢 有这个liquidation price 也就是说呢 你会有这个爆仓的风险存在 那大家听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通常都会问就是 诶 Andrew 这样子我一笔交易哦 里面用的这个本金降低了 这样子我赚的钱是不是变少了 所以呢 接下来我就会用这个比较的方式呢 来跟你解释 那现在我就用一个案例来做example啦 ok 今天呢 有两个traders ok 有trader A 跟trader B 他们两个呢 他们的total wallet呢 就他们的这个钱包里面的这个总和呢 是有一万美金 就是一万USDT ok 那今天 trader A呢 他用这个cross leverage方式 就是全仓模式 ok 那今天这个trader B呢 他就用isolator leverage 租仓模式 今天呢 第一个我们要来比较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杠杆倍数 全仓模式呢 他们使用的这个杠杆倍数呢 就是一百倍 ok 那今天用isolator的这个trader B呢 这样他的杠杆倍数是多少 是这个10倍 我就拿10倍来做example啦 那讲完了杠杆倍数 那接下来如果他们两个人同时都想要开一个 一万美金position size这个单的话呢 那么这一笔交易呢 要给的这个成本有多少 那如果是trader A 他要用cross leverage 全仓模式 一百倍杠杆来开这一笔交易的话呢 也就是呢 一百USDT 因为一百倍杠杆嘛 这里割掉两个零 就可以知道 拿这里一百USDT ok 那如果今天是这个trader B i-isolator leverage 他想要开这一个一万美金position size的一个单的话呢 他要给多少钱 为什么是一千美金 因为十倍杠杆嘛 他掉一个零 就是一千美金 那今天如果有一个scenario发生 也就是比特币今天涨了一趴的话呢 那他们的收获会是怎样 ok so今天如果比特币涨了一趴的话呢 那这个trader A的这个unrealized PNL呢 就会是多少 就会是一百趴 那今天如果是trader B的这个PNL 会是多少呢 也就是十趴的这个PNL 这样子你会问我 诶 这样一百趴PNL跟十趴PNL 这样子不是有差别 这样子不是trader A赚比较多 那究竟到底是不是trader A赚比较多呢 那如果trader A的盈利一百趴PNL的话呢 那他到底是赚多少 他赚的是一百USDT 因为他的成本是一百美金嘛 这样子乘一百趴也就是乘一 所以就是一百USDT 那如果是trader B的话呢 这样一千USDT的十趴是多少钱 一百USDT咯 所以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用cross leverage 跟isolator leverage 呢 到最后呢 赚的钱呢金额都是一样的 这样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两个地方 那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成本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trader A呢 他同样也是开一万块的这个position size 但是呢 他花出去的这个成本呢 只是一百美金 这样trader B呢 他也是开一万块的这个USDT的这个position size 但是呢 他要花出去的这个成本呢 是一千块美金的这个成本 那第二个不一样的点是什么 第二个点不一样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PNL 就是trader A呢 他的unrealized PNL呢就是一百趴 那如果是trader B呢 他的unrealized PNL呢就是十趴而已 所以呢 讲到这里呢 大家可能就很明白 那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cross leverage 的这个好处 那第一个 就是他成本低哦 可以看到吗 同样是开一个一万块 USDT的这个position size 这样cross leverage呢 只需要花一百美金的这个成本 但是呢 对于这个isolator 十倍的这个玩家来说呢 他需要花一千美金的这个成本 然后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呢 容易计算 那就是呢 很多东西呢 都是拿来乘一百 比如说 比特币涨一趴 他的PNL呢 就是乘一百 大家就可以算到他的PNL 那如果是止损方面呢 也是非常好算 就是呢 如果比特币掉一趴呢 你就也是拿来乘一百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算你的那个止损呢 应该要放多少呢 也是乘一百吧 那第三呢 也就是你的PNL呢 比较好看 一个是一百一趴 一个是十趴 那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看呢 那第四呢 用cross leverage 的好处呢 就是呢 你可以有这个 可控的这个liquidation price 那这个可控的liquidation price 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现在给大家一个example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的total wallet 是一万美金 OK 那今天呢 你想要花五百美金 来开单 这样今天呢 你的wallet还剩多少钱 你的wallet呢 就剩九千五百美金哦 那这个九千五百美金呢 就是你wallet的一个余额 这样你还有九千五在后手 那这个九千五的美金呢 作用是什么 现在cross leverage 里面呢 这个九千五美金 这个余额呢 它就有一个作用 就是呢 保护你的这个五百块的这个场位 那这个里面呢 跟liquidation price远不远的 这个有什么因果关系 那如果你今天 花比较多的这个钱呢 再开单 这样子你的余额 就肯定是少了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余额少了 也就是代表呢 更少的这个资源呢 去保护你的这个场位 所以呢 你的liquidation price呢 就会是很靠近的 这样如果今天相反的 你花比较少的钱 去开单的话 这样你就会有 更多的这个余额呢 来保护你的这个场位 这样子呢 你的这个liquidation price呢 就会是怎样 就会是远的咯 这样今天讲完了 用cross leverage的这个好处 这样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用cross leverage的这个坏处 那用cross leverage的这个坏处呢 目前呢 我只觉得有一个吧 那就是呢 容错率非常的低 也就是说呢 你需要很谨慎 不能放下太大的这个错误 那这个太大的错误呢 就是呢 让这个价格呢 动到你的liquidation price 那如果动到liquidation price 会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爆仓哦 你就会输光呢 你整个我了 一毛钱都不剩 像这个坏处呢 又不是没有解决方法的 那要解决这个坏处呢 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呢 你要有好的风险管理 那怎样讲好的风险管理 那就是呢 你要呢 控制好 你每一笔交易呢 会接受到的这个损失 那今天来到第三个重点 那今天我们要如何来计算的 每一笔交易 我们有可能会接受到的这个损失呢 那在这里呢 要给大家一个formula 好让它更加容易明白 那就是这个margin cost呢 成本 也就是说你这一笔交易呢 会下的这个成本 那拿来成 这个cut loss 也就是你的止损 也就是代表你的damage cost 就是呢 你会在这一笔交易当中呢 接受到的这个损失 那这个要怎样算呢 那如果今天呢 一笔交易呢 你的这个margin cost呢 你是放1% 那1% 你的total wallet是多少钱 也就是呢 100美金 那接下来 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每一笔交易呢 我们都会去设止损 去设cut loss 那这个cut loss呢 是取决于个人的 那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一样 那这里我就会以 2%来做举例 如果你的cut loss 是放在2%的话呢 那接下来 你的这个damage cost 会是多少 那1乘2 也就是2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的damage cost呢 就会是在2% 也就是说2%就是200USD 所以呢 如果你用cross leverage的话呢 这一套非常简单的formula呢 你就可以算出呢 你每一笔交易呢 有可能会承受到的 这个损失呢 是多少 那刚才我们有讲到 要解决这个cross leverage 的坏处呢 的方法呢 就是要控制好你的风险 所以呢 要怎样有这个 好的风险管理呢 也就是 你要呢 限制住你每一笔交易呢 能够承受的这个损失 这样你要怎样去 限制跟固定你的 这个damage cost 也就是你的这个损失呢 那就是呢 你要让你的这个damage cost呢 lock住 保持不变 如果你set了 你每一笔交易 只可以输到2% 这样子你就一定要去遵守 每一笔交易呢 就只能输到2% 这样子你的damage cost lock住了 这样子你能动的东西是什么 那就是呢 你的这个margin cost 跟你的这个cut loss 那这里呢 就给大家一个比喻 让你们更加容易明白 那margin cost呢 你们就可以形容成为 attack 那cut loss呢 你们就可以把他们比喻成为 Defend 这样子你的damage cost 都不能动 那当然就只有你的margin cost 跟你的cut loss可以动嘛 对不对 这样子今天 你可以想象呢 他们是一个balance的一个东西 这样这个资源呢 就只有这么多 那可以想象呢 中间这个呢 是可以移的 那这个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呢 是在这里的话呢 就代表呢 换化了30% of你的资源呢 在attack这方面 然后剩下的70%呢 是在Defend的方面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liquidation price呢 就会比较远哦 因为呢 你花很多的这个资源呢 在Defend嘛 对不对 这样如果今天你花 比较大部分在attack 比较小资源 在这个Defend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liquidation price呢 就会非常的靠近 所以这个分配给 attack跟Defend的这个资源呢 大家呢 就要去学习 如何分配到刚刚好 好让你的liquidation price呢 没有这么靠近 没有这么容易呢 被打到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大大的减低呢 你被爆仓的这个可能性 拿这个2% damage cost 来做example ok 这样如果今天呢 你的wallet呢 是1万美金 然后你一笔交易呢 最多只会让你损失200美金 这样你拿1万 拿来除200美金 你总共能够trade多少次 你可以trade50次 你要连续输50次才可以爆仓 那我觉得要连续输50次 确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啦 除非你真的是 non-non-trade啦 所以以上就是呢 我以非常非常的简单的方式呢 来跟大家讲解 这个cross leverage 跟这个isolator leverage的差别 那希望呢 你有听明白 并且呢 把它apply到你的trading上面 如果你觉得这一支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 有帮助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请你帮我点个订阅 点赞 分享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 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呢 你才不会错过我Pinster emergency update video 那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呢 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这个链接 然后加入 那在我的会员社区里面呢 我就会把这些第一手消息 跟最紧急的这些行情趋势分析呢 分享给我的会员们 好让你们呢 第一时间呢 抓住这些好的交易机会 那最后 祝大家这个市场里面呢 交易顺利 我们一起加油 明天见 拜拜